各位观众,来观战一把目前S1的聂息 S1聂息,胜率还这么高,79点几 那得好好看看,好好学习一下 你别说我好久没打聂息了 手牧,杂技,病患,幸运,这阵容有点脆啊 这阵容我感觉遛不动聂息啊,这张地图啊 上来一波跳 第一个,幸运,幸运半颗球,半颗球够干嘛的呢 啥都不够啊,这幸运上来被找到 我感觉穷者已经没法打了 你上来抓个杂技,抓个病患,可能还能说一下 这边拉了一波球 半颗球真不够用的 这聂息可能这边有机会起一刀吗 有机会起刀的话,再拉一波球,好 这边起一刀以后后面闪现一刀 就是最晚最晚30秒击倒,闪现带走 但其实不需要闪现,一波跳,过来,到你眼上,板子踹掉 哎,压板子,压板子 隔床刀 抽刀 抽 哎呦,舒服 就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 球者这边似乎 在第一个人倒地之后 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逆袭的循环圈 就是 救不下来 或者说双倒 我感觉 你守护人救一波 可能还能救一救 但守护人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被压住了 打一刀 一波跳 一波 两波落地 有 好 打一刀 8秒钟以后下一波跳 这边人是过半的 是不是跟你们说了 就这套阵容想要救聂息的人 守护人这边位置被排到以后 我感觉救不下来 这边过半的 一波 两波 到脸上 正常打一刀吧 打一刀以后三连叫 然后我们以球者的视角来看啊 这边 看怎么溜 讲道理呢 完全没有操作空间 练习几跳了 一跳 两跳 到脸上 飞轮 一刀倒地 怎么打 没法打 两个人状态补不起来 交过闪现 击倒守护人吧 我觉得 一波 两波 三波 到脸上 一个攻 闪现想打掉 没能成功 那我们应该还有机会 能再看他下一波 下一波跳呢 这边变换 如果说交出飞冷的话 可以躲掉这个坠机 蹦两波 飞轮往外拉 但是没有交互点 一勾 漂亮 可以哦 虽然说 这也算是一种 无畏的抵抗吧 结果是不变得多抓局 但是也是 也算是秀出自己了 好了 东西全交完了 是吧 过来一刀 至少我把钩子 飞轮全交完了 我们再算算看 这边码机 这边守木人手里有个薄命 但状态不是满的 他如果状态满的 就一波薄命套 应该是有点说法的 这边杂技的机子刚跳掉 所以杂技的位置 是知道你在哪里的 离这边很远 你过来真过来救人 这个人也过半了 他又看到守木人 两个人的位置锁定 这里守木人急子修掉 然后交铲子过来 卡死就一波吗 卡死就一波来不及啊 这里而且传送CD马上好了 看见守木人了 应该是看见了 这边的话远远的一个白点 看杂技的机在修 好一波 两波镜头给到守木 吓死个人 这守木躲在那边 你找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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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坠机到脸上面 传送落地 来我们锁定杂技的视角 杂技人的话 我感觉能就一波 因为他手里有个飞轮 坠机飞轮交掉 好的可以 打一刀 人救下来 守木人这边的话 应该直接交铲吧 不交铲吧 不交铲 这里选择先管杂技 一步 两步 落地 一刀没打中 这一刀要是打中就很帅了 这种连招 他得打中 超帅的 这边刚才 其实抓 抓那个守木人 可能会更好一点 抓守木人挂上 因为他有那个 三段跳马 高位移 一蹦 两蹦 落地 好漂亮 我估计待会再一波连翘过来抬这个守木人 看到这种 联系的一个操作 就感觉 好像 也不是很难嘛 我上我也行的感觉 这个呢 其实真的是一个错觉 这个绝对是个错觉 有没有兄弟跟我一样的 就是 你看 感觉好像 也不是很难嘛 联系不就跳 落地打刀嘛 我也能行 有的观众扣个一 我自己是过贼男